全台防疫大作战 农委会昨天发布了全国禁载令 从今天中午到28号的中午 全台有100家的屠宰场 以及四大批发市场 必须统统休载四天 展开大消毒 环保署昨天还首度出动了无人飞机 展开空中监控 发现云林县四湖乡的必死情 遭到随便弃制 成为防疫漏洞 因此农委会实施第二波的禁载令 同时也强调 卖场以及餐厅都有冷冻库存 消费者不用担心买不到禽肉